给你们推荐几款落地灯好不好 我特别怕你们过来问我 这款落地灯怎么样 款式是不错 但是用的人实在太多了 太雷同了 今天给你们推荐9款小众的落地灯 需要的可以收藏下来 第一个 如果钓鱼灯看腻了 可以选这款 它像一个太阳帽 比如说客厅有点严肃 你配这款落地灯 可以增加一点休闲和放松 弧形的外观也很优雅 第二个 你不要看它很单薄 配这款落地灯 是讲究技巧的 厚重的沙发 搭配体块型的落地灯 就很呆 死气沉沉的 相反 你搭配一个线条感很强的 细款落地灯 不仅透气 而且很时尚 第三个 你们都见过这款白褶灯是吧 有点轻复古 很漂亮 但是这款你肯定没见过 整个杆子是曲线缠绕的 我会把它搭配在叉季风 特别的有生命力 也会放在复古的环境中 很个性很吸睛 第四个 我很擅长推荐又自然 又精致的款式 比如这款 草帽的造型 让人想起了 一缩烟雨 任平身 洒脱自在的感觉 利落不拖泥带水的外在 也很精致 第五 闲上面一款风力 可以用这个蘑菇灯 搭配奶油风 是不是很治愈啊 第六 这款很好玩的 像一个小怪兽 很有灵魂 放在叉季 偏自然的风格里面 可以彰显我们的生活态度 展现了 我们对新事物的渴望 不守旧 不固守的价值主张 第七 葫芦灯 如果比较纠结 弧形的落地灯会撞头 推荐你啊 选择直立落地的款式 可以去搭配黑色沙发 不仅解闷 而且可以增加时尚度 也可以搭配奶油风 浅色沙发 浅色的墙地面 感觉家里面一片惨白 没什么气氛的 可以买一个葫芦灯 氛围感是一步到位 第八 复古风格 我会推荐这款 比如选了一个复古的黑色沙发 你可以搭配这款落地灯 来增加温度 也可以搭配一些 木制的北欧家具 很个性很特别 第九 这款你肯定没见过 交叉的 踮起脚尖的腿形 给人一种神秘感 自然垂落的灯柱 又野性十足 你爱了吗 关注杨美学 让家变美 不再难 感谢观看